红糖、白酒、陈醋、老花酱的杀虫配方 不用打药,把虫子通通消灭 前几天我特意去一个老花见的花园里面去参观 结果很意外的时候 我发现它在花园里面基本上没有杀虫药 我就问它你怎么杀虫呢 它指着那个地方就给我看 它说我用这个 结果我靠近一看 原来就是我熟悉的糖醋叶 糖醋叶糖、红糖、醋、陈醋、米酒 这三样东西就能杀虫子吗 事实上不是的 这三样东西起到的是一个很好的诱惑作用 因为很多虫子都喜欢这三个加起来的味道 诱惑它过去之后 通过特殊的方法就能把虫子给杀灭 尤其是果蝇 只要配方邓券 您家的果蝇自动会投案自首 乖乖的跟你说拜拜 就直接不啰嗦了 今天我们简单的试做 首先我们准备红糖 红糖是最好的 其他糖都不怎么好 当然糖蜜可以代替它 今天我的糖蜜用完了 我只能用红糖 一般红糖是三份 所以我这里加入的是30克的红糖 直接加30克 多一点没问题 好30克的红糖 接下来是醋 醋最好是乘醋 因为我用过之后 我就发现其他醋都没有乘醋来的效果好 那乘醋是四份 我们往里面加入40克 直接加就可以了 这个配方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40加30就是70 这个同样的 多一点少一点 问题不大 72 72之后呢 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白酒 白有是一份 我这次用的是还是红米酒 大部分的酒都可以啊 不一定要是白酒 米酒白酒都可以 加10克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制作好之后呢 闻上去是特别特别舒服的 好了 10克 接下来是加入清水 水是两份 20克 有20克的清水 好了 有多了 20克的清水之后呢 这个就制作炒了糖醋叶 但是这个糖醋叶呢 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里面呢 其实没有多少杀虫的成分 对于虫子来说呢 它喜欢吃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这个东西很难把它杀灭 虽然呢 里面的白酒呢 可以让我们的虫子晕晕的 但是呢 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杀变 有些虫子呢 会飞飞进去吃掉的东西之后呢 晕一段时间呢 会恢复 所以呢 我最近这段时间 我会适当的往里面加一点杀虫剂 任何的杀虫剂都可以 甚至滴滴味都可以 但是我在家我找不到滴滴味了 我就往里面加入三粒这个 这个是 晒虫芹 要进去就可以了 加完之后呢 这个药呢 就变成有毒了 我们再来去使用 效果就最好了 用完这个糖醋液之后 告诉我说没有效果 其实您知道吗 糖醋液呢 只是一个影子 我们想要杀虫呢 这个才是关键 我们需要找来一个瓶子 简单的做一个简易的装置 这个装置很简单 我们需要在上面开一个口 稍微大一点都没问题 两边开口 不需要太大的瓶子 一个合适的瓶子就可以了 太大的瓶子呢 太浪费 我一般情况就是这种 1.25星升的可乐瓶 好弄完之后呢 上面这里不要打开 就不要切开这里 把它反转的 把它弯上去 来弯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瓶子弄成这样子 就完美了 这个盖子呢 有几个作用 其实最重要一个 就是作用的就是防雨 雨水不会通过这里进去 但是呢 虫子可以通过这个地方进去 这样就就可以了 把这个糖醋液 搅拌均匀之后呢 倒进去 不需要很多 像这样30克的红糖呢 我们只需要底下一点点就可以了 定时呢 如果这里的水被蒸发的差不多呢 我们可以往里面再加点水进去 这样就可以循环的利用 而虫子呢 就会通过这个口呢 给爬进去 因为这里面的味道是非常非常香的 虫子闻到这个味道呢 就会爬进去 吃这个里面的东西 首先呢 它会被米酒给迷晕 另外呢 就会被里面的虫药给杀死 您会发现 很快 这个瓶子里面 会浮满了各种的虫子在里面 最后呢 把这个带有糖醋液的瓶子 挂在你家的院子里面就可以了 那个虫子呢 尤其是溃飞的虫子 比如寄马 果蝇 真风 汤蝇 就会慢慢的闻到这个味道 飞到里面去 最快呢 可能一个晚上里面 就可能堆满了虫子 当然这要看你花园里面 虫子多不多 但是呢 的确对很多溃飞的虫子 拥有非常好的一个杀蔑作用 记住啊 如果你花园里面 虫子比较多的 您可以适当的往里面 加多点的杀虫药 像晒虫瓶瓶 或者是滴滴味 这种味道不是很浓的药物呢 可以轻松的被掩盖 而虫子呢 闻到这个味道 很香很香的一个味道 自然会飞进去 啃咬你家的那个龙药 杀虫药 慢慢的乖乖跟你说拜拜 好了 今天我说到这里 我是佛山阿瓜酱 感谢大家 拜拜